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 无论是握拍也好 还是说我这个发球 其实我怎么用力 我都知道 哪怕是这个动作 大家可能比较喜欢马龙 对不对 马龙的这些发球的动作 我感觉大家 如果你们想去模仿的话 一定可以模仿的特别像 但是为什么发的质量 相差的比较远 好我来说一下 大家先来看 我今天先发一个勾手的球 大家先来看一下 感谢大家 没点关注的话 我们可以点点关注 张姐来了是不是 好啊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发勾手 其实我的动作没有特别大 大家来看 勾手 看 再看啊 是不是 就是动作 我没有 看 我的动作 无论是发短球 还是发长球 我的动作都没有特别大 但是呢 你会感觉到 我的动作是有 你看 我的动作是有力气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啊 合不上力 并且总是漏球 那么我们先来讲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发球 总漏球啊 就是你现在发所有的球 都是可以用啊 无论你是发这个 左侧旋呀 右侧旋呀 还是说这种 还是说这种 你看 逆旋转呀 还是说反手 哪怕是 下蹲 它都一样 你漏球 你发哪个球 可能啊 都是 找的点 不太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解决漏球的这个问题呢 第一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抛球 有很多球友在抛球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课程当中 讲过这个抛球的手啊 就是我们抛球手 其实是在抛球的一瞬间 大家来看 我在抛球的一瞬间 其实我的手是会往上拖一点的 但是大家呢 现在发球啊 这个手总是会这个样子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就是你的手啊 它不往上送一点 这个球它抛的就会很飘 你看你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 这个球它落下来 它第一 它抛太低了 它落下来 这个旋转 你控制不住 看见了吗 你看这都抛哪里了 对不对啊 所以说大家 要想抛好球 首先呢 要有一点 就是你的这个抛球 一定要让它稳一点 直一点 大家再来看啊 就是让它直上 直下 直上 直下 直上 直下 看见了吗 一定要让它直上直下啊 因为你总不能说 我站到这儿发球 我往这儿发 这么去打 对不对啊 直拍拖手会讲啊 别着急 嗯 好 是不是啊 这个抛球是我们 无论是直拍横拍的球 都要做到的地点 你的球 在抛的时候啊 你首先要 你看我的胳膊 稍微跟着往上送一点 并且能够保证 这个球你是直上直下的 你不要说 我一会儿抛到对方台子上了 啊 这这种就不行啊 还有就是大家说的啊 尤其是 呃 这个回抛的问题啊 尤其是在这个勾手 你看 它其实勾手的回抛 是会有一点点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就是我们呃 如果大家在看比赛或者怎么样 其实没有球说这个这个球 你看我是这么抛 这么去发 其实我们在发的时候 你可以去多观察几个呃 球员啊 就是你看 我其实在发的时候 抛的时候 我的身体 看见了吗 会有一个稍稍的向后踩中心 然后再往前走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在抛球的时候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讲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 练习的时候 在最最开始练习的时候 其实我们 我也建议大家 就是不说比赛啊 就是说 在刚开始练习的这个勾手的时候 我们的球可以 你看 看 看 可以稍微有一点回抛 为什么 因为稍微有一点点回抛的话 有助于大家的练习 能明白吗 这个只针对于练习啊 就是说 你说啊 我要到正规的比赛 我回抛 那肯定不行 那简直就要被判啊 就是说你如果找不到感觉 你是完全不会啊 总是发失误 那么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自己练习啊 我要强调啊 确实我们自己练习的时候 可以稍稍的 你看 我有一点回抛 看见了吗 这个时候正好就在我的球拍底下 我可能就会好出手一点 我练的多了 我能发上了 我是不是就有点自信 我稍稍的 你看 再回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抛球的问题 以及我们回抛的问题啊 就是其实发勾手 稍微有一点点回抛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没有球说我发勾手 我就是真的是这种 看见了吗 直上直下 都是稍稍有一点 但是你只要不遮挡怎么样的 就是在比赛当中呢 基本上不太会判 如果说我真的这种 看回抛这么严重 那肯定是被判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抛的回抛 大家拿捏住这个感觉就行了 不是说大家要在比赛当中去回抛 而是说你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稍稍有一点回抛去找感觉 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后来呢 稍稍的改一点啊 一会儿我会放在后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感觉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抛球 以及回抛的问题 那么呢 在这个程度上 其实我们就解决了漏球的问题 为什么 那么你第一个 你漏球一定是你的球 你看 这个手腕 抛球是不是甩的太多了 要么就是你抛到哪里了 抛到对面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这个漏球的问题 第一个可能关于你的抛球啊 好 来问一下球 我们这个抛球 以及回抛 大家这个能明白了吗 嗯 继续啊 会给大家从后面看一下 相机头条别着急啊 我先来把这两个问题讲一下 一会儿这样就不用一直在调这个角度了啊 那么直拍球同样的 你难道你的这个手 你怎么着 你不抛球了吗 啊 你也是抛的 对不对 又是 只要是你抛球手 他的抛球都是一样的啊 好 那么呢 第二点 就是我们刚 我们今天要说的啊 合力 我想问一下球们 你们现在啊 发球 有没有人 发球啊 有没有人用不上合力的 就是这个力气 你看 看见了吗 就是你发球 看 这个力气 你能不能用上啊 你看 哪怕我动的就 就这么小 就 就是有力气 如果你感觉自己现在 力气 用不上的话 用不上的话 你就打一个一 好不好啊 你就打一个一啊 合不上力 就打一 好不好啊 就是如果你感觉合不上力 就打一啊 球们先来认真听课啊 没点关注的 左上角可以点点关注啊 每天晚上直播啊 专业的乒乓球教学 好啊 这个衣服呢 可以先不着急啊 那个我们的这个 铁粉们可以帮我回一下 衣服先不着急 先来听课好不好 一会儿会有讲解的啊 好 很多球都用不上合力 我来给大家几个练习的方法吧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是这个一个答一课啊 主要是答一课 来 我来给大家这个几个方法 嗯 好 来说一下啊 这个我们在发勾手的时候 无论是在发勾手 还是说任何的球 那么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刚刚说大家合不上力 那么你们认为 现在最难发的发球 是什么 是勾手啊 是勾手 还是说这种右侧 还是说这种左侧旋 问一下大家 勾手还是左侧旋 嗯 勾手啊 勾手是一 左侧旋是二啊 大家也可以打字 也可以告诉我啊 你们认为现在是勾手比脚合不上力 还是说左侧旋 勾手 对 我也认为是勾手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左侧旋 大家这种 你看 就是发习惯了 知道吧 就是因为发习惯了 嗯 勾手啊 一会直拍我们也会讲啊 一定要认真的听啊 它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呢 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你们现在其实看到的 我们这些 你看 看 就是动作这么 动作这么小 这么紧凑 其实不是说它这个动作 你看 它本来就是这么小 就能合上力的 它其实我们在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 就是其实我刚开始在练勾手的时候 因为我的这个主发球 其实是下蹲啊 就是我的 我从小时候练的一直都是 这个下蹲 其实它一直都是一个 右侧选 它一直都是一个右侧选 所以说我其实呢 在发勾手的时候 我比较倾向于这个板头 看见了吗 就是我比较倾向于 这个板头 我会稍利起来一点发 但是呢 我感觉啊 我感觉啊 虽然勾手跟这个下蹲 它都是右侧选 但是我感觉 但是我感觉勾手对我来说呢 也是我练了大概半年左右啊 就是我打比赛才能渐渐的赢球 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刚开始也找也找不准这个点 也是不断的去模仿之前那种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的动作 但是为什么找不到点 我最后明白了 那么我就把我的这个经验啊 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啊 你们在练勾手的时候 其实你们就像当时的我一样 就是不断的去模仿动作 其实错了 因为一千个人 他有一千个动作 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的动作 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去模仿动作 其实是没用的 你说我这么发 你像那一头 他这么发 他到出手 他不还是这样吗 你像那个刘诗文 诗文姐 他这么发 他其实动作不还是这个样子吗 那你像我们这么发 那其实我们出手 不还是这一下吗 那么大家 如果你们现在 找不到合力的感觉的话 你们怎么练 来看我 调个镜头啊 来 你们来看我啊 就是我建议大家 第一个 你就站在这里 先把我们的动作给缩小 怎么缩小 你看 你看本来的动作 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不对啊 你不要做动作 你就直接 你看 看见了吗 看 就是这个样子去找合力啊 就是我们的左手去往你的右边 往你的右手这边扔 然后右手往前 就是这个大概的高度啊 再往的这个高度 看 这个样子 你去试一试 就是当你能够找到两个 你看 两个同时的力量的话 那么其实你的这个勾手的 就是就你这一点的力 其实你发到最后 其实就是你这一点出手的力量 无论他是侧上还是侧下啊 就是他其实到最后 看 出手的话 就是 看见了吗 就是这一点的力量 所以说呢 大家啊 如果你现在合不上力的话啊 你就先 这个左手啊 就是有种 看 这种向后扔球 然后 你看 右手 就这一点动作 向前 你哪怕你现在你说 我重心不要下 对不对啊 就这么弯着一点 我就站在这里 然后我拿一盆球 看 就像我现在这样 拿一盆球 手低一点 就在这个身前的位置 和网子差不多高 这个位置 你看 我去找感觉 你就练 能不能明白啊 就是练习 刚才就不知道 没关系啊 就是你就来练习 就完全可以了 你就来一盆 两盆 三盆 这样练 这是第一个 能帮助大家 找到合力的练习 那么还有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练习啊 就是 会比较的 稍稍的难一点啊 大家来看 第一个 是不是主要是小 那么第二个 其实就是 把所有的动作 放大 因为你们 现在看到的 我们这个 发球 其实这一点的力量 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是 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这个手 我是要 看 这个手 看见了吗 手要向后拉 肩膀要向后拉 就是有一种 拉弓射箭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是有一种这种 拉弓射箭的感觉 你要把你的手 向后拉 然后这半边的身体 向后去转啊 看 这半边的身体 看 拉开 向后去转 然后并且 大家有可能会发现 我在发球的时候 这个右 这个左腿啊 你看 会向后一点 这个就是关键 就是说 你在向后引刨的时候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把动作无限放大 感觉在后面 续珠力了之后 然后 球可以稍稍的 抛起来一点 看 这个样子 看见了吗 能看见吗 球们 嗯 能看见吗 啊 大家来看啊 来看啊 看 你稍稍的 一定要放开一点 然后 看 让这个球 就是你能够先发上 看见了吗 你要能够先发上合力啊 这是大家 需要来练的 关于两个合力 能明白吗 就是你说我现在啊 我完全 就是这种发球 这样 你看 看见了吗 就是 我一点质量都没有 其实你说 这个拐 它都是落到球台上 它才拐的 对不对 你看啊 它都是这种 你看 它全部都是 落在球台上才拐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你的拐 都是从第二调才开始拐的 但是你在比赛当中 其实对方一跳起来 对方就接你了 对不对 就是咱这个发球 它不仅要有拐 它还要什么 能让对方感觉顶手 其实 我不知道球 我们现在打比赛 什么感觉 我个人认为啊 在打比赛当中 侧上旋 就是这种 无论是 左侧上 还是右侧上 它都一定要比 我们的左侧下 还有右侧下 要更加的管用 大家你们觉得 是不是啊 就如果球们 你们打过比赛的 就是发过 侧上侧下的 就是我 你们一定就会感觉得到 就是你发这种 侧上 这种拱球 一定是比 看 一定是比 这种侧下 我觉得 要好接 为什么 你侧下 你再下 对方调整一个板形 它就能接上 但是你侧上不一样 它落台之后 它是拱的 它一旦这个板形 哪怕它是上悬球 它控制不好 它就飞 那如果它按照 下悬球的板形 它控制不好 它一定也飞了 所以说啊 我们在这个 对侧上 是最难接的 侧上是最难接的 所以说 你说你发的拐 有用没有 有用 就是 你看 就是好看 但是呢 我们打球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实用 对不对 你说我9比10 9比9 10比10 我这样 你说我偷它一个 这种 是不是 那他首先 他看着你的这个勾手 他都已经很虚了 是不是 所以说啊 两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呢 就是大家 看 第一个练习就是 看 就是去 看 去单纯的练这种合力 让你的球啊 有力量之后 你想发拐 我们上节课教过 那想发拐呢 还不容易吗 对不对 我们上节课教过 你想发拐 还不容易吗 但是你想发顶 想发这个球 一下蹦起来 让对方 有一种 这种顶的感觉 就很难了哦 然后呢 这是我们第一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就是 你的这个手啊 要无限的拉开 做大啊 就是你的胯要打开 你的肩膀要打开 你的手也要向后面 就是有一种 拉弓射箭 蓄满力的感觉 然后把这个球 看见了吗 就是我们把 把这个球啊 看 就是整个动作 给它做出来 能明白了吗 嗯 象棋头条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哼 怎么样 象棋头条 问题解决了吗 嗯 球我们能明白吗 就是啊 你们在练习的时候 就是一定不要说 就是我们之前 是不是讲过 你发的拐 其实太容易了 发拐只是第一步 对不对 那你说我发的 再转再拐 其实下旋球 对方 真的很好接 真的很好接 啊 好不好 就好 就好 感谢观看